自航空母舰问世以来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它不仅是集合海下海面和空中的综合远洋性战略性武器 也把海上战争由平面作战推向立体作战 从而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海战 然而美东人们提及航母舰载机时 总会认为它是航母的附属品 但事实上舰载机才是航母真正的称雄之本 探寻军事科技奥秘纵来世界军事风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军事科技 那么提起航空母舰 大家都会知道它是20世纪军事领域最伟大的创举之一 但是关于航空母舰这个词汇的由来 可能很多朋友就没有那么了解了 那么航空母舰本身就是由飞机和战舰 这两个词巧妙组合而成 这原本分属两个空间的兵器被有机的结合 不仅可以驰骋大洋 也可以在空中屡获其功 那么历史上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和舰载机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来一探究竟 航空母舰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海军实力的象征 同时又是现代海军不可或缺的利器 而航母舰载机是配备在航空母舰 两栖攻击舰 巡洋舰 驱逐舰 护卫舰上的主要武器 其性能决定着各类军舰的战斗能力 不仅是在海洋战场上夺取和保持制坤权 制海权的重要力量 也是现代海军航空兵的主要作战手段之一 可以说航母与舰载机两者相辅相成 密不可分 虽说 其实如果是最早航母的设想 和我们现在的航母概念不太一样 因为当时航母只是在大舰上搭载了很多飞机 这个飞机你要作战的时候 用吊车把这些飞机抓起来放在水里头 尤其是作战完成作战任务之后 它还必须停留在舰边上的水域里头 然后再通过吊车 再把这架飞机抓起来 再放到这个舰上 所以它是一个很繁琐 又比较笨重的这种老旧的方法 然而正是这种繁琐又笨拙的老方法 为一些有心人提供了灵感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 航空母舰的萌芽并非在美国 而是在法国 1909年 法国发明家克莱曼·阿德 率先出版了一本 名为《军事飞行》的专著 首次向世人描述了 飞机与战舰结合的迷人梦想 并向各国海军展示了航空母舰的雏形 在它勾画的设想中 不仅提到了飞机在航母上起飞降落的必要条件 而且对航母的特殊设计也做了不少的设想 它设想的航母除了要拥有平稳的飞行甲板外 还要拥有储存飞机的机库 另外它也在书中指出 飞机和机库之间还要拥有升降机 实际上克莱曼·阿德的这一设想 已经为现代航母勾画出了最基本的设计蓝图 但令人遗憾的是 这份迷人的设计蓝图 却并未得到法国人的重视 而是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 如果说最早航母的设想 实际上应该说是法国人最早设想的 但是首先完成航母的设计 和实际上的事件操作是美国人 当时其实并没有航母这种明确的概念 实际上就是说 听说德国一艘大舰上搭载一架飞机 所以美国一些有事之事 想抢在德国海军之前 搞出一艘航母 20世纪初 处于急速崛起中的美国海军 大力发展大型战舰 决心使用航空母舰来改变海战模式 并加速着手这方面的试验 我们先来看看这组照片 这组照片拍摄于1910年前后 当时的美国在自己的航母雏形上 布设特制跑道 进行飞机的起飞和着舰的试验 结果这两次试验 都由美国飞行员 尤金伊利顺理完成 尤金伊利 他实际上是一个民间飞行人 就是一个老百姓 但是小伙子21岁 这个飞行技术好 因为他的老师叫扣地斯 他是一个飞行设计专家 他设计了很多飞机 所以这个尤金伊利呢 是一个航空爱好者 飞了很多他老师的飞机 所以在老师推荐下呢 当时就是这个尤金伊利 就主动报名 当然在过程当中 其实也挺危险 不过很多人呢 最早就把这个 作为航母的这个雏形 尤金伊利先后成功地实现了 飞机在战舰的起飞和降落 为航空母舰的正式发展 奠定了基石的同时 科蒂斯式飞机 也成为了舰载机最初的原型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的成功试验 却并未得到世人的瞩目 我们都知道 航母本身呢 并没有什么攻击能力 所以它不仅需要配备 庞大的航母编队护航 同时呢 还需要配备大量的舰载机 来执行作战任务 而对于早期的飞机来说 执行这样的任务 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果身边出现的这架双翼飞机 就是最早期的舰载机的原型 那么从外形上呢 我们可以看出 这架飞机的机身 骨架和机翼 基本上都是用 又轻又牢的木头制成的 而弯曲的机翼上呢 还蒙着结实的棉布 看上去显得有些 弱不进风 那么这样的飞机 载人应该说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将弹药挂在上面 它可能连起飞都无法做到 这也是为什么早期航母出现时 并未得到广泛认可的原因 虽说飞机的发展 制约了航母前进的步伐 但它的出现 让世界各国看到了 飞机在军事领域里的发展前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飞机的性能 虽比诞生之初有了很大改进 但还存在许多弱点 不仅操作复杂 安全性能较差 而且气候 往往对飞行 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正像当时的舰载机 你一个 你飞行距离比较短 再一个就是搭载的武器装备 比较少 数量也比较少 这个种类 就是武器的种类也比较少 所以你作战能力比较有限 所以很多这个 比如说舰艇的指挥官 或者是这个海军指挥官 他没有认识到这个航母 和这个当时比较处于 雏形的这种舰载机 你到底能干什么作用 我就觉得你只能干一些 这个侦查任务 或者是顶多评估任务 所以你只能完成这些 所以这也是一开始 舰载机为什么没有得到 普遍重视和快速发展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除此之外 在当时大炮巨舰主义盛行 谁也没有意料到 新的海战模式将会出现 大家仍目不转睛地 盯着威力巨大的战列舰 期待它巨炮的怒吼 来一锤定音决定胜负 但俗话说得好 天生我才必有用 这句话用在航母和舰载机身上 再确切不过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 飞机性能的不断提高 可以挂大量弹药和鱼雷的战斗机 出现了 它被誉为汪洋的霸主 主宰海洋上的天空 不仅是当今世界上 最大的战斗舰艇 也是各国海上实力的重要象征 然而 美当人们提及它的称雄之本 却从来都是众口不一 那么航空母舰海上大主之称 到底从何而来 是什么成就了它主宰海洋的地位 军事科技强大推出 航母舰载机的那些事 带您探寻其中奥秘 1910年11月4日 美国博明汉号巡洋舰上 第一架舰载飞机成功起飞 而当时的美国人一定不会想到 31年后 数百架日本舰载机 将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12月7日 夏威夷时间上午7点40分 183架日本轰炸机和战斗机 向珍珠港发起进攻 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而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战术 却并非首创 早在一年前 英国海军就用舰载机 骑袭了意大利的塔兰托军港 这栋飞机就是在塔兰托战役中出现的 箭鱼攻击机 从外形来看 老式的双翼结构 少的可怜的装备 敞开的座舱 仅仅225公里的时速 和3,260米的最高升限 让它看上去和一战时的老爷飞机 没有太大的分别 然而就是这桶飞机和光辉号航母 拉开了航母与舰载机 统治海洋的时代巨目 1940年6月22号 法国被当政府和德国签订了屈辱的停战协定 这样整个欧洲就只有英国仍在同纳粹德国作战 就在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安德鲁坎宁安将军 头痛不已的时候 英国海军紧急从本土抽掉了光辉号航空母舰 勇士号战列舰 以及三艘巡洋舰 增援到了地中海地区 手上有了一副不错的牌 坎宁安就打算和意大利人赌一把大的 他派出小规模的舰队在地中海上晃游 打算引意大利海军出港 然后在海上加以消灭 可不管坎宁安怎么引诱 意大利舰队就是死守阵地死活不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 能不能用航空母舰上的舰载鱼雷机 突袭塔兰托 应该说这个舰载机的这个最重要作用呢 实际上是当时英国袭击意大利的塔兰托港 这个军事行动 当时英国派出了这个舰鱼号的这个舰载机呢 实际上采用这个航母长途奔袭的这种方式呢 取得了比较大的这种战果 使这个各国海军指挥官眼睛一亮 或者为之一胜的话呢 应该从那时候开始 1940年11月11号晚 21架箭鱼飞机从光辉号航母上起飞 对祝伯塔兰托的意大利舰队发起突袭 仅仅一个多小时 击沉意大利战列舰一艘重创两艘 击伤意大利巡洋舰及辅助舰各两艘 英军只损失两架飞机 这次战役改变了二战初期 英一两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对比 堪称是一场近乎完美的胜利 此战过后 意大利海军将幸存的军舰撤出了塔兰托 把地中海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英国 在这之前没有这么比较大规模 所以这次塔兰托的港的长途奔袭 实际上给日本人三本五十六 一个很大的借鉴 所以三本五十六 1941年所借鉴了英国人的这种 长途奔袭的这种做法 1941年12月7号 在美国珍珠港 一个放大版的七席塔兰托出现了 这两次成功偷袭 宣告了航母舰载机时代的到来 但极为讽刺的是 日本海军高层并未从珍珠港的胜利中 意识到航母的重要性 和舰载机的决定性力量 一个明显的表现是 珍珠港之战后 日军没有集中力量去消灭尚存的三艘美军航母 而是在广袤的西太平洋 甚至印度洋上分散兵力 抢占地盘 截至1942年2月 日本仍在建造第四艘大合级战略舰 以日本的经济潜力 全力制造航母都未必能赶上美国 却仍然生产耗费巨大的过时的战略舰 实际上当时日本人也有很大程度上 包括356当时 他其实还是十分迷信这种 大舰巨炮的这种战术思想 只不过他手头上 实际上包括和美国进行对决的这种 一个是装备 还有航程比较远 所以他最后还是利用六艘航母 进行奔袭美国的珍珠港 所以应该说在战术上是成功的 但是战略上 其实为后来他自己的失败 埋下了很大的伏笔 从首次偷袭成功的舰载机 英国的舰鱼号 到偷袭珍珠港的舰载机 临时飞机 我们不难看出舰载机性能的不断提高 才能更为有效的提高航母的战斗能力 虽然说美日英三国都已经意识到航母时代的来临 但在当时只有美国以航母为核心的作战力量 并不断地发展舰载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 新海战模式慢慢开启 此时航母与舰载机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以美军为例 F-2A水牛 F-4F野猫 F-4U海盗等舰载机 在太平洋战争中可谓亮相频频 但让人疑惑的是 在当时美军除了舰载机外 还拥有不少性能优异 而且战绩辉煌的战斗机 如P-38闪电 P-39飞蛇 P-40等 飞机型号如此之多 为什么美军还是单独立项 为航母单独开发舰载机呢 尽管比如说陆基飞机很优秀的 它的各方面性能也很突出 但是和航母上使用呢 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当时二战期间 更多的是都是采用这个直冲式甲板 要搭载大量舰载机 所以还是非常有限的 第二个就是你相对而言 就是你必须搭载足够数量的这个弹药 弹药数量比较少的话 你飞出去一次很远的话 你身上的攻击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另外 舰载机在降落到航母的瞬间 要承受拦阻所巨大的拉力 这就要求航母舰载机的结构和材料强度 远远高于陆基飞机 又因为航母在海上航行 海风中的海水会对飞机造成严重的腐蚀 舰载机的建造材料 必须要有很强的耐腐蚀性 以上种种原因都注定舰载机不可能与陆基飞机相同 而改造陆基飞机的难度远大于重新设计一款飞机 二战期间 或者是进入二战或者二战中后期 是航母大量应用 尤其是舰载机大量 因为航母的主要武器就是舰载机 在这期间呢 航母它无论是它的优点 都必须各国都必须把它最大化 尽量表现出来 而对于它的缺点也是在这时期 逐步发现或者是不断加以克服的 所以它的优势还是日渐明显体现出来的 现今的航母舰载机 可以按使命分为 尖击机、强击机、反潜机、预警机、加油机、侦察机和电子对抗飞机等 按起落原理可分为普通舰载机 舰载垂直起落飞机和舰载直升机 不仅能适应海洋环境 普通舰载机 一般在六级风 四到五级浪的海况下 仍能在航空母舰上骑落 我们都知道 一艘庞大的航空母舰 如果没有搭配各型舰载机 充其量也就是一座能够移动的海上武器库 反之如果仅有一些飞机而没有大型战舰予以搭载 这些飞机也无法到达中原海执行作战任务 唯有两者融合才能充分发挥各自优点 如果把航母比作一名武士 那么舰载机就是武士手中的那把利剑 那么在众多的观点中呢 很多人认为是航母成就了舰载机 但是也有不少的观点认为 是舰载机成就了航母 实际上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完美结合体 就犹如航空母舰这个词汇一样 那么下期节目中呢 我们将继续为您深入解析航母舰载机的那些事 期待您的观众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军事资讯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央视军事科技微信公众平台 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他被誉为汪洋的霸主 主宰海洋上的天空 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战斗舰艇 也是各国海上实力的重要象征 然而每当人们提及他的称雄之本 却从来都是众口不一 那么航空母舰海上霸主之称 到底从何而来 是什么成就了他主宰海洋的地位 军事科技强大推出 航母舰载机的那些事 带您探寻其中奥秘